你好 欢迎收看6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6月6号再次零确诊 现场许中会呼吁端午连续假期要到了 希望在外县市的乡亲能够减少移动 也呼吁花莲乡亲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回来的话 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 花莲县政府6号下午在花莲县卫生局第一会议室 召开防疫记者会以及端午节连续假期返乡及防疫的措施 虽然花莲今天是零确诊 不过由于目前外县市疫情严峻 随着端午连假返乡过节的人潮 花莲县政府也延正以待提高各项防疫措施 从6月11号有10.2%的乡亲或者是我们的旅人来到花莲 到我们的端午连休14号一共是22.58% 我们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非常的高 来到花冬 等于说要不就是我们的亲友要不就是我们的旅人 所以在这里真为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 以及远在西部我们的家人 我们更希望 在防疫以及亲情间我们能做好 做好国家三级警戒 第一个少移动 我们可以用电话问安或者是视讯 我相信我相信在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守护家人的安全 守护你自己的健康 让我们这一段的疫情期间能够互助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如果您是已经订票要来花莲的旅人 真为也要呼吁我们来到花莲的旅客 旅人 花莲的好山好水永远都在 不急于一时 而也为了国家的防疫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 县长也在一次呼吁6月11号到14号 根据统计 东县的客运量达到22.5% 呼吁乡亲可以以视讯问安 而旅人能够在防疫的安全疑虑之下 可以暂缓来到花莲 并强调花莲的好山好水一直都在 不必急于一时 而花莲县政府也会协助观光业者 在疏困贷款上给予协助争取 而花莲截至目前为止累计38人的确诊案例 也都是家族的群聚 县长许正卫还是再一次呼吁乡亲 能够减少移动避免感染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